今天我们跟各位讲的e-learning课题是Motivation 基地员工的事迹 这个题目应该属于人事管理 但是因为基地Motivation应该是一个主管 所以这个课程基本上是针对经理级以上的主管的一个课程 那第一次我讲这个题目是跟国内很大的一个国营企业的高阶主管讲这个题目 e-learning我们募制的时间还是在一个小时左右 那课堂上上课大概三四个小时 那我目前服务于玉京能源科技 同时也任教于国立台北大学 这是2010年马总统在董董接近国家接触经理的 我们在Motivation我主要分成六个单元跟各位来讲 人是组织里面最重要的资源 那第二个谈到要去了解部署的欲望 那第三个就针对主管本身 你是一个会激励员工的主管吗 然后谈到激励的原则 跟一些具体的做法 然后最后谈到奖励跟肯定员工的表现 第一个单元我们谈一下 人是组织中最重要的资源 在企业管理里面的管理机能主要有五个 有计划组织用人指导跟控制 那我们看到组织用人指导 这个都是跟人有关的 那要做管理 要做领导 要指导别人的话 就牵涉到一个是深教跟严教 那深教就是主管本身的一个领导统域 严教就是在你的沟通跟激励员工 那这句话是那一个管理学大师 Peter Drucker他讲的 他写过一本管理学 我记得原文书有一千多页 但是那一本书 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他这一句话 他说management is getting things done to other people 管理是透过别人把事情做好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how to manage people 怎么样做人员的管理 那人他的行为模式受到环境的影响 这主要他的动机 有他本身的一个欲望 跟他做的一个选择 那leven他曾经讲过说 行为是人跟环境的一个function 所以是person function of person and environment 那但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个人 他都不一样 所以有所谓的individual difference 这些不一样 包括他的personality 他的这个个性上 还有他的capability 他的能力 跟他的这个attitude 还有他学习上的差异 还有他学习上的差异 Learning difference 还有perception difference 他在认识上的差异 他每一个人的看法不见得一样 那最后的话是在他value and attitude 他的态度跟价值上的一些差异 所以在人的管理事实上是最复杂的一环 那我们在公司里面讲的是属于团队管理 那团队管理里面就牵涉到一些所谓的teamwork 伙伴关系 那这些在公司里面我们看到的 譬如说像是一个专案的一个团队 一个跨部门 close functional的一个teamwork 或者是供应商之间 跟供应商之间supplier的一个teamwork 或者是跟公司内部员工的一个关系 还有跟政府还有教育机构的一些关系 政府有关的单位 那譬如说牵涉到老委会职讯局 这些都是 那人是组织中最重要的一个资源 所以我们要去善用人的资源 那你要去带领别人 首先你要去了解你部署的欲望是什么 所以第二个单元 我们跟各位谈一下部署的欲望 那首先我问一个问题说 为什么有一些主管他老是在complain说 为什么他的下属不努力的工作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下属为什么不努力工作 我要怎么样带领他们才能够让他努力工作呢 那这个当然有很多的 每个人有一些看法了 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太了解 到底我们的下属他需要什么东西 也不了解他所需要的一个激励的方式 还有制度上本身可能也有一个问题 因为署的制度就是比较做得好 做不好都是一样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员工他的这个反应就会有不同的一个 一个做法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下属他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满足下属的这些需求 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公司的一些规定 要把游戏规则要定得很好 让努力的人变得努力的工作 那如果说你规则定得不好的 原本努力的人他也不太愿意努力工作 因为他觉得做得好做不好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在人事管理里面的 有一个所谓two factor theory 两因子理论 包括了两个 一个是hygene保健因子 另外一个是motivation 那保健因子包括 这个督导的形态 人际的关系 薪资的水准 人事的政策 工作的环境 工作安全这些 都是属于一些基本的一些因素 然后另外一个是激励的因素 激励的因素包括工作本身的挑战性 它的成就感 它的责任感 然后它有进修成长的机会 这个是属于激励的因素 那这是原文的资料 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这个typical的保健因子 包括了working condition 它的salary,status,safety,job,company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 还有那这个motivation就包括achievement 它的这个成就 它的这个达成的目标 recognition for achievement 就肯定它的这个成效 然后这个responsibility 然后还有给它一个有兴趣的一个工作 interesting job advance to higher level task 给它这个更上一层楼 做更高阶管理的一个工作 plus它有成长的机会 那这种组合当然有四种情况 叫high hygiene跟high motivation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大家都很highly motivated 那比较没有什么抱怨 那另外一种情况是 两个因素都不好 那虽然它抱怨不多 但是没有什么激励 那另外一种组合的方式是说 这一个受到激励 但是一些保健因子 就是在一些基本条件并不是那么理想 那最糟糕的一种组织就是 它两方面都不好 就是一方面员工没有受到激励 然后又一大堆的抱怨 那当然在这种两因子理论里面就提到的 那要做改善有三个方向 一个是job enlargement 就把它的工作扩大 job rotation 给它植物上做调度 或者是job enrichment 让它的工作比较内容 比较丰富 工作丰富化 那另外的一个 人事管理上的一个理论是 人类欲望的层次 这是Marslow讲的 讲到说 这个人的欲望有五个层次 包括最基层的身体上欲望 此一住行 安全感 然后归属感 这个包括social status 然后到第四个 就是尊严 牵涉到 他受到人家尊敬 然后他有自尊 那最高的层次就是 自我成就 自我实现 他能够达成他的目标 他能够成功 在工作上 他能够有好的表现 那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除了Marslow讲的 这个五个欲望层次以外 另外 Edifert他有一个ERG理论 那这个是我把它做一个对照 Edifert讲的这个ERG Easy existence 生存 那就相当于Marslow讲的一些 身体上的欲望 安全上的欲望 这是属于物质条件方面 然后第二个层次讲到R R是讲到relation 归属感 这个归属感就是 在Marslow讲的一些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上的安全 人际关系上的社交 人际关系上的尊严 然后到最高层次 这个ERG理论里面的G 是指growth成长 成长的话 在Marslow的理论里面 就是讲的比较属于心理的层面 包括尊严的自尊心 还有自我实现 这个都是属于girls这一个阶段 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 你从工作上可以得到什么 这是信义房屋有一次请我去做演讲 对他们200个业务 讲这一个怎么样从工作里面得到 这个乐在工作 那当时我就用Q&A的方式 那这是这些参加演讲会的人 告诉我说他从工作上得到成就跟卯足 得到物质上的报酬 得到新的知识 测试自己的意志力 累积成功失败的经验 然后他能够服务别人 帮助别人 因为他做房屋仲介的工作 他提供的基本上是一个服务业 然后他也培养了做人处事的能力 从工作中得到乐趣 然后能够达成他的目标 实现他的理想 他在工作里面交到很多的朋友 甚至有一位同仁跟我讲说 他可以打发无聊的工作 无聊的时间 那这个都是我们从工作得到的一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 我们把它跟Marslow讲的五个欲望层次 做一个对比 物质上的报酬 这属于生理上的一个欲望 然后他说累积成功 失败的经验 得到新的知识 这个就是一个安全感 归属感是他职务别人 帮助别人 交到好的朋友 做人处事的道理 这个归属感 然后他能够运用他自己的智慧 受到别人的尊重 他有社会地位 这个是尊严 到最高的层次 他能够得到成就 得到满足 他能够达成他的目标 实现他的理想 能够成功 能够自我实现 这个就到最高的层次 自我成就 那所以员工呢 他的自我期望 越高的时候 他的工作表现会越好 那这里面包括 就是让员工有机会 参与 成功机会 比较大的一个工作 让员工有机会 接触到挑战性 越来越大的一个任务 同时能够对员工 有训练的机会 让他学习他感到 兴趣的事物 然后 听说让一个比较 资深的员工 扮演一个监督者的角色 然后来帮助 这些比较知情的员工 或者是跟员工 沟通的时候 用比较正面积极的 这一个话语 然后把这些讯息 传递给员工 比较正向的一个讯息 然后员工有进步 给予高度的肯定 这个都是能够激励员工 往好的方向去做表现 那这里面 我用一本书的 他讲到 What your leader expect of you 这一个是一个CEO 他讲说 做一个leader的话 那他会对 对 底下的人 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期许 那这一本书里面 其实他是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是 从上而下 上对下的要求 然后下对上的一个期许 那这个在上课的时候 就很好 可以做这个表现 做这个角色扮演 一个扮演主管 一个扮演部署 那这些期许 包括什么呢 第一个 那做下属的 希望能够上知 主管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Aventative direction 那第二个的话 是希望给他一个目标 然后第三个 这个主管光是说 做得好还不够 那第四个的话 就是这个主管应该要 很果决 然后不要老是 这个拿不定主意 然后第五个 就是你这个主管 要让你的部署能够找得到你 不要部署一天到晚 看不到你 那这个 这样子的主管 他是 部署是 对你是有 有意见的 那第六个 期望就是 希望主管他本身是 坦诚的 而且他说话很老实 诚实 而且坦率 然后第七个 希望一般的下属会 希望他的主管 是一个公平公开 他对大家一视同仁 他的做方比较开明 然后比较公开公平 好 那第二个单元 我们去了解部署的欲望 我们大概谈到这几个 为什么下属不努力工作 然后谈到两因子的理论 Maslow的这一个 人类欲望的层次 然后从工作上 你可以得到什么 那员工 自我期许越高 他的工作表现越好 那这个图表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际关系 这里面包括 从自己本身开始 做自我管理 然后跟同事之间 是一个平行管理的关系 然后跟他的主管 他是一个向上管理的 一个关系 然后跟他的部署的话 他是一个向下管理的 一个关系 那在组织里面 我们可能看到 比较多的就是 大家都比较本位主义 只有考虑到自己本身的厉害 没有去考虑到别人的情况 然后在对上面的沟通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部署 他会这个加以渲染 然后导致于这一个资讯 跟事实有一些出路 那在向上管理的话 你应该要去建立跟维持 跟你的上司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 甚至能够影响到你的上司 你要去了解你的主管 然后评估自己的优缺点 然后跟主管之间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互动 维持良好的一个关系 同时呢 你对他的这一个渲缺点也能够了解 然后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 能够帮助他训练心境的人员 然后也可以影响到上司的一些特质 如果说他本身你的上司 不是那么的理想的时候 那同时对 可以有这个懂得上上管理的 他能够去影响他的上司 那当然这个资料有谈到 怎么样去恭维上司 这个并不是我很建议的一个作法 在意见服从方面也是一样 在向下管理的方面的话 在组织沟通上面 我们看到有一些主管 他喜欢讲 不喜欢听 所以这个沟通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不去听 这个部署的一些讲法 所以他这个很多他的理解都是比较片面的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作为一个主管 应该要去鼓励他的部署来表示意见 甚至下属有什么抱怨 也可以让他讲出来 让你可以了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第三个单元我们来谈一下 你是一个会基地部署的一个主管吗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刚才是下属对上司 希望他的上司是怎么样 然后作为一个主管 对底下的人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呢 第一个 他希望他的下属能够适时的参与 然后第二个 他希望他的下属能够有一些idea 能够勇敢的提出他的一些idea 第三个的话 是就算大家不能够同心 也要能够协力 因为毕竟是在一个团体里面 然后应该要把事情 大家同心协力把事情做好 然后第四个的话 这个下属 他希望下属本身要自告奋勇 不要什么事情都要主管来做要求 应该自己本身要稍微比较aggressive一点 然后第五点的话 他希望这个上司 希望他有机会能够培养他的一个部阻 然后第六点的话 他希望这个他的下属要使人间渊佛 就是他要脚踏实地 不要这个不脚踏实地 第七个的话 因为主管不见得 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充整的了解 尤其在细节方面 那做下属的时候 在处理细节的时候 能够充容地面对记忆 能够face reality 那怎么样的主管能够让部署来卖命呢 这个要带人要带心 那104银行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有71%的上班族表示 他愿意为欣赏我重用我的主管来卖命工作 然后第二个是希望主管本身要有很高的智慧 有远见 有专专业的能力 那反而是同时在英文士的这个调查里面提到 不尊重人的一个主管是部署最没有办法忍受 甚至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主管 他就蒙生虚有 他就不想干了 那在同样的调查里面也发现 如果说这个主管是没有担当 而且会打压部署的一个主管 这也是令人讨厌的一个主管 那在杰克威尔许他曾经有一次他讲出 他在公司里面 他是全力留住并善用公司表现最好的20%的员工 那至于一旦表现70%的员工 就希望他能够维持 然后至于表现最差的10%的员工 他希望这些员工离开他的公司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说照他这个分类的话 这一个认同公司价值 然后表现平平的 这个是70% 那认同公司的价值 然后表现特别好的 这个10%或20% 这一部分的员工就是这个杰克威尔许 他要promotion的这个员工 那至于这个不认同公司的价值 表现又不好 那这个10%就是这个公司要把它lay off 公司要请他离开的员工 那你是一个会基地部署的一个主管吗 当我们去问主管的时候 90%的主管都说他会去激励他的员工 他会去鼓励他的员工 可是我们同样的问题去问员工的时候 那员工就讲说80%的这一个受访者说 他的主管没有给他激励 所以主管本身有时候往往是打击士气的这个凶手 所以主管本身要做一个检讨 那为什么他认为他有在激励他的员工 而他的员工认为他没有受到主管的一个激励呢 那在有一本书上面他有提到 他说有两群主管他有一个能力的一个差异 一个在affection 还有在这一个对人表现出来一个worms跟funnels 那像这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主管 那相对的他跟下属之间的关系会表现得比较良好 同时呢他的下属也愿意为他努力的工作 所以待人要待心 因为员工的新生有他希望跟有效率的主管在一起 他希望工作有自主性 他希望能够事先知道工作的目标 他希望做他有兴趣的工作 他希望受到别人的尊重 他希望他的努力受到肯定 他希望他的工作有挑战性 他希望他能被他的主管告知 他工作表现的情况 他希望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 他也希望有机会接受公司的教育训练 在第四个单元我们来谈一些激励的原则 那美国领导力确实大师曼斯威尔 他曾经讲过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 要有三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就要懂个激励员工 Motivation 第二个他本身要有关怀体恤的胸襟 要让他的部署觉得你有在关心他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 你要让你的部署对你产生信任感 如果说你的部署不相信你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去带你的部署 所以这个激励 or motivation 可以提高员工的士气 也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经理人员 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那这个在整个激励系统里面 其实是牵涉到三个因素 一个是个人的因素 individual 那第二个是环境的因素 environment 第三个是工作本身 task本身的一个因素 那这三个因素会彼此交付的作用 然后产生组织上的一个激励的效果 那我们看到图表的话 就是这三个之间 在individual 跟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这个organization climate 跟工作之间 所以在工作设计上 你可以做一些激励工作士气的一些措施 那影响士气的因素 有几个因素 譬如说他对工作的一个满足管 或以后有没有什么竞争的机会 那主管有没有尊重员工 或者是他跟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 是不是融洽 那他的这个先知 还有他的员工福利 然后还有员工对公司的产品 还有公司形象的一个感受 那主管既然你要带领一个单位 或一个部门 那你就要去了解这些 你要帮助你的员工来提高他的士气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有一本书 他冰封168个小时 他后来提到 他这一个 他能够完成 主要他把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行程 他分为每走完一段 他就觉得士气大正 然后最后终于能够克服困难 那在提高士气 我们谈到几个方法 第一个谈到用沟通的方式 那作为一个领导人的话 必须把公司的现况跟计划说得很清楚 让员工能够了解公司的一个情况 那有一些主管他不告诉员工 那其实这样子反而会 因为员工对公司的现况不清楚 然后作为一个主管也没有适当的沟通 那这样子的话就对士气是有影响的 那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有一个家具公司 他被另外一家公司并购 那他的主管就利用每一个礼拜一次的进度沟通 帮助员工这个度过这个冲击 所以甚至他把在员工餐厅里面告诉员工 目前谈判的进度怎么样 未来会怎么样 让员工充分的了解 所以员工对他有很大的一个信任感 然后大家能够同舟共济 有共度难关 那第二种方式就是用愿景来建立使命感 因为每一个人他加入一个公司 他总希望他的公司是一个好的公司 是一个有前途的公司 是一个会进步的一个公司 会赚钱的一个公司 所以作为一个主管或作为一个领导人 他应该用这种愿景跟员工来做沟通 让员工产生一个使命感 那这个是傅比士他提到的 为什么有一些优秀员工会离开公司的理由 他列了五项 第一项就是企业没有愿景 然后或者是缺乏对愿景的一个连结 还有一些主管他没有一个同理心 那也没有在公司里面也没有激励 没有motivation 那这个公司本身没有未来性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话 员工就纷纷离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vision vision就是愿景 然后mission是他的使命 所以愿景跟使命是一个公司 等于是公司的一个目标 我们叫永久性的目标 objective forever mission跟vision都是objective forever 所以你要透过像vision teamwork 然后motivation lead by example 然后inspire your employee 然后win-win 那第三种提高士气的方式 你要定一个士气的目标了 如果说你目标定的太高 那员工根本做不到 那目标定的太简单 他不需要努力就可以做到 这个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定目标要定的 这个有一点紧 但是员工可以做得到 这样子一个目标才有激励的效果 那第四点的话 就是让员工能够专心做 他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公司的规模很大的时候 往往一个员工他只做一个小的一个部分 所以主管应该要带领下属 让他能够做出一些记底成绩的目标 那这个AOL的一个主管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们选择把力量用来做最有把握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让员工能够发挥他的所长 能够专心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然后第五点的话 提高员工的士气 能够帮助员工找到他个人的方向 因为公司有公司努力的方向 那个人 员工个人也有他的目标 希望能够把员工的目标 他跟公司的目标结合在一起 然后帮助员工找到他个人的方向 那这个地方我们举到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电视制作人 他找来下属 开城部工的指出下属坐挺的缺点 那当然这个底下人就感觉很不好 但是他也让那个部署了解 他要做一个好的一个节目 能够得奖的话 他要怎么样去掌握自己的命运 那我们同样的是另外一个例子 他提到 给各位参考一下 各位有空可以看一下 所以在基地士气的一些原则 包括厘清目标 有效的公通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然后能够满足员工的需求 尊重员工的意见 然后有很清楚的指令 然后给员工充分的授权 做公平合理的一个考核 给他适度的一个奖励 然后协助员工的一个成长 这些都是激励员工赐气的基本原则 另外一个是 有效激励员工 也是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他在那篇文章里面提到 就是说用乐观来激励 当然这个如果说你本身是一个比较乐观 季节进取的 那你也会影响到你的员工 那第二个方式的话 就以希望来做基地 这个里面他提到的 1630年 这个英国的一个 殖民的一个总组 带着他的这一个 家庭还有追随者 从英国到美国来移民 那当时因为 这个环境很差 所以 大家 惶惶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 这个时候 他就接着下来 后面他就不断地去鼓励 他的追随者 给他们希望 然后来激励他们 那他有一个理想 有一个目标 希望在 在他们 很值的地方 能够建立一个城市 所以在他的领导下 最后 慢慢的这一个 麻塞诸塞湾 殖民地 就变成了一个 两万多人的一个城市 那这个他 当时他的一个做法 就是用一个希望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用愿景 他有一个愿景来 激励他的追随者 所以在大家 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 最后达成他们当时 移民的这种目标 那第三种激励的话 是用至尊 你要懂得尊重别人 让别人 能够自动自发 第四个 各位也很容易了解 用关怀来激励 能够关怀你的部署 不光是他的工作 甚至关怀他的个人 他的家庭 然后最后一个 就计划他的潜能了 然后让他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那激励 我们也看到一些迷思 这是在另外一本书上面 叫新手学管理里面 他提到 有很多的这一个 人他认为 基地最好的基地 是不是就是用金用钱 那其实不见得 我们看到一个 一个调查 这是 Bob Ninson 他做的一个调查 调查七个产业 1500个员工 那后来他这个调查 报告里面发现 最能够激励员工的 前三名是 第一个是学习的活动 第二个是给他 弹性的功识 第三个是对他 个人表现的一个赞美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是 给他工作上的权威 或者工作上给他做自主 第六是让他有时间 跟主管能够对谈 或者是能够让他有分时休假 或公开的赞美他 或他有机会选择工作的内容 跟任务 然后或者给他书面的一个赞美 譬如送个email 给他 你做得很好 那反而在他们的整个调查报告里面 他很意外的发现 这个接受调查的1500个员工里面 把金钱放在第十三位 所以金钱并不是他们认为 最重要的一个激励的因素 除了金钱以外 你给他一个诚恳的赞美 或者是愿意倾听部署的想法 都是很好的激励的方式 也不要花钱 那第二个迷词的话 就有些人认为 那激励是不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其实并不见得了 这个你可以问问当事人 或者是跟员工之间眼神的交流 或给他工作上的一些认可 这个就是激励 并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第三个迷词 他认为激励是在员工的工作的态度的问题 跟经理人无关 那研究显示 经理人在员工受到激励 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所以经理人 是否因为员工做得好 给他认可 给他一个愉快的工作环境 然后营造使命感 团队精神 对员工一视同仁 员工在讲话的时候 是不是倾听他的声音 像这些都是 我们在激励的时候 要注意到的地方 那第四个迷词 认为激励只是一个对价关系 就是利益交换的一个对价关系 其实并不见得 因为你要沟通 去了解部署的想法 然后肯定你的部署 然后关心你的部署 能够以身作则 那这个并不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对价关系 另外在美国人力资源学会 曾经做过一调查 他认为79%的员工会离职 是因为他自己觉得 在工作中得不到肯定跟赏识 那第五个迷词的话是 认为小事情不需要赞美 等到他做出一个大的成绩 再赞美他 那在另外一本书上面 How full is your bucket 在这本书里面 这个作者 Tom Rain跟Donal Clifton 他曾经提过 批评跟赞美的比例是1比5 就是说你批评一次 你的部署 你要靠5次的赞美才能够返回 所以尽量少批评别人 然后多赞美别人 好 第五个单元 我们跟各位谈怎么样激励部署 这个比较具体的一些作法有哪些呢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一个组织 他的战斗力怎么样 他的战机怎么样 失气好不好 在这个团队的领导人 他的一些管理的才能 跟管理的技巧 那当然这里面很重要 就是激励的方法跟技巧 那这些激励的工具 包括你的来自你的工作 然后带给你的authority 或者是有些是在金钱方面的 就像这个工资 或者是利润分享 profit sharing 那有些是因为竞争 competition的结果 让你得到比较高的职位薪水 那这些都是基于员工的一个工具 那另外有些人的作法 他可能是用家庭式的一个 大家长式的一个管理 那大家长式的一个温情 或者是工作满足 让你工作能够得到满足 或者是用目标管理 那目标管理当然就是 在我们管理学上面 management by objective MBO 然后订定公司的目标 部门的目标 个人的目标 然后协助这个部门个人 来达成他的目标 但是激励也面临一些挑战 因为你激励的方法 用在A的地方 不见得能够用在B 或者你能够用在激励A 个人的时候不见得 同样的激励可以用在 另外一个人身上 就算是同一个人 也需要不同的激励的方式 而且你有有限的支援 然后如果说部署感到不公平的时候 你这个激励的效果就没有达成它的作用 所以我们激励部署的时候 我再把一些重点 跟各位谈 要给下属一个共同的愿景 这刚才文化人说时间来谈愿景 谈它的使命感 然后要用行动 去移生作者去带领下属 然后你要领导的方式 应该是用引导的方式 而不是用控制的方式 然后能够信任你的部署 然后要公正 然后做有效的一个沟通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 Motivate your staff 包括刚才讲的Vision Mission 这些的 Coaching Coaching就是怎么 像教练一样的来带 Inspire 启发你的员工 Lead by example 用举例的方式 让他来学习成长 然后Teamwork 让他有团队的整个团队管理 团队的表现 那当然他具体的一个作为 就包括了 而工资的制度方面 譬如说 你有一个基地性的一个薪资制度 你有三千的管道 然后工作有成就感 Sense of treatment 那工资有未来 有远景 然后能够 impowerment 能够给他这个赋能 授权 然后能够有充分的沟通 然后能够关心部署 尊重部署 那这是在另外一本书上 陈定国的企业管理里面 他有一章 讲到有效掌握部署的行为里面 他提到说 要去了解员工 认为重要的欲望 然后作为一个好的一个听众 去听部署的请诉 然后公司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的管道 然后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薪资奖励制度 如果说员工有抱怨 有一个申诉的一个办法 然后提供有力的领导中心 那在1999年 这一本书上面 他有提到七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订定部署 可以了解的这个标准在哪里 然后希望部署有好的表现 然后就关键部署 用走动式的管理 或者主动协助你的部署 然后赏识员工的个别表现 然后如果说有好的一个典范 有成功的案例 然后分享这些典范案例 给员工作为学习 然后当整个团队有好的表现的时候 给他庆祝 然后有好的成功的一个典范 那作为公司的一个案例 然后来强化公司的价值观 所以基于员工跟企业共同发展 员工要了解企业的目标 将自己的效率跟企业的目标做结合 那主管要如何激励员工呢 当然要让员工能够了解外部顾客的需求 那把顾客的需求转换为企业的目标 然后塑造这些忠效性的关系 然后来做绩效评估 然后协助员工的职业发展 然后跟他的绩效跟他的薪水奖金做结合 这个就是我们在绩效考核方面 他的表现 然后给他公正合理的人士考核 看他有没有达成目标 然后其他部门有没有给他一个资源 那当他表现好的时候 他的年终奖金跟他的绩效能够做结合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把他的绩效分为 这个是一般的 Average Good 那好一点的是Hexo 那特别好的是Outstanding 那表现在平均之下的是Fail 表现最差的是Pool 那平均说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分配 三分之一的人是Good 10%的是特别好 Outstanding 那25%四分之一的人是Excellent 是给他好 然后有27%的人是给他算是中价 最差的3%给是差 那Performance差的人没有年终奖金 那听说好 如果说公司赚钱的话 平均听说举例来讲三个月 那好 优的给他3.5个月 多半个月 那特别优的多给他两个月 然后五个月 那表现 这个中价的 给他减半个月 表现最差的 完全没有年终奖金 那这个就是他的这一个年终的奖金 跟他的绩效做结合 那第三个 这一个具体 这个激励员工的方法 具体的方法 我们通常会有几个做法 那包括有四个 一个是日常的激励 第二个是 基效特别优秀的GU的激励 第三个是Career Motivation 他生涯上的一个激励 比如说这个员工在公司五年十年 那第四个是公司的 比如说周年庆公司的 这一个场庆庆祝活动 好 那这些激励 我们第一个讲到日常激励 日常激励的大原则 就要经常具体及时 日常的激励有宝瓜 哪些呢 口头上的感谢 或者是有感谢函 或给他电子邮件 表扬他做得好 或者是公司有这一个感谢房 或者是给他餐厅咖啡的招待券 或给他小礼物 或者是这个员工的家人 这个聚餐或者烤肉 或者生日卡 给他放假 然后员工的建议呢 马上做改善 然后基层主管 他有一个激励的一个费用 可以使用 那绩效的激励的话就是 当你对公司有重大的表现 然后有特别好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给他一个GU的一个激励 那GU的激励三个原则是 它的Value 跟它的Impact 跟它的Personal 这三个要结合在一起 叫VIP原则 那绩效的机翼 我们看到的做法 这个比较是美国式的做法 他给他一个T.A.奥斯卡奖 客制化的一个度假 或者是这个主管亲自下厨 跟员工共聚餐 或者给员工一个专属的名片 那考核给他满分 那机票给他升级 比如说经济商给他升 商务商 或者给员工的另外一半 给他的先生或太太 给他一个礼物 然后公司有一个荣誉榜 把这GU的员工 放在荣誉榜里面 或者是公司的广告 平面广告 电视广告 请这个GU的员工 来做广告的主角 或者是特别表现好的员工 跟总裁共参 或者是总裁亲自 有一个私人的信函 给GU的员工 或者在董事会里面给他颁奖 这是针对GU的奖励 那第三个是生涯奖励的 生涯奖励就像这一个迎新 或者周年庆 或者是员工服务满 五年十年二十年 这个都是一种生涯的激励 那生涯的激励包括 这个欢迎的海报 新人的欢迎会 欢迎的相簿 或者是满三个月 给他一个适用其满的一个奖励 或给他一个纪念碟 周年庆 还有让新人来表达他的这个想法 他的感受 让资深的做一个他的导师 然后把他这一个这些SOP Company Policy 列入公司的手册 然后退休的时候给他颁奖 让同事来赞美他 然后用心的发表 对同事退休的感言 这些都是在生涯激励方面 最后一个就是庆祝活动 庆祝活动是为了感谢个人 感谢团队或强化他的品牌 那这些庆祝活动 包括生日宴会 团队的一个庆功 或者是这个公司开业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周年庆 或者是有公司有上市上柜 有这个扩点 有达到销售的募交 比如说汽车公司在台销售十万辆 类似像这种的都是一种庆祝活动 或者他有一个新的发明 新的技术 然后推出新的产品 我们都可以用庆祝活动的方式来进行 那庆祝活动具体的做法 有生日的庆祝 或者是昭告天下 利用刊物网络刊登广告 邀请员工参加庆祝活动 然后长官来取悦他的员工 或者是取悦员工的另一半 或者是找理由来大致的庆祝 就找一些像公司开业十周年 二十周年三十周年 这些周年庆 那庆祝的时候 印这个公司的T恤或者是帽子 那最高主管的参与 然后主管帮员工洗车 邀请大老板的参加 然后这个赞美员工的时候 一定要先看过员工的资料 然后赞美员工的时候 不要讲他做得不好 可是 那可是表示他做得不好 或者称呼名字 一定要把他名字念对 不要去赞美他 结果名字讲错了 那另外有一些 我们看到有一些公司 他也有一些激励 但是那种激励 反而产生反效果的一些烂螺波 譬如说很自私化的一个生日卡 这个没有感情的一个生日卡 或者老套的一个贺礼 然后你颁奖的时候 可是连颁奖人的名字 受奖人名字都不晓得 忘了他是谁 或者传统性的一个赞美 显得很虚情假意 或者是 他生日都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才给他生日的礼物 或者是承诺打折 你承诺一块钱给他五毛钱 这个反而是一个反击力 或者是不符合比例 而P公司省了一百万 结果给他一张咖啡券 然后或者是 这东西虽然礼物很贵 但是贵而无当 他不实用的东西 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或者庆祝典礼的时候 在训话 或者是在公开的场合批评员工 可是在私底下来 来说员工做得好 这个都是反效果的 不好的一个几率方式 我们应该要避免的 好 最后一个单元 我们跟各位来谈一下 奖励跟肯定 那奖励跟肯定 这个有一个做法是比较新的 就是用肯定式的探寻的方式 你可以做一个问卷 就是请员工谈一谈 你在工作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什么 就是过去做得最好的是什么 那为什么会成功呢 那如果说我们要 这一个创造卓越的经验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配合 就是以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了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一些 任何可以阻碍你成长的障碍 怎么样消除这些障碍呢 我们可以创出来 未来最佳的成效会怎么样 就以后打算怎么做 这些问题你可以看得出来 先谈过去 过去表现最好的 然后以后要怎么做 那未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那这个其实我来做一个比较 这个有点像problem solving一样 解决问题的 你先找出问题 然后分析它的原因 找出它解决问题的方式 然后得到一个因应之道 那这种肯定式的一个探寻 它是先肯定过去最棒的部分 未来有什么可能性 未来应该怎么做 未来打算怎么做 那这个都是朝比较正向 肯定的方式来激励你的员工 所以这种appreciative inquiry 包括了三个 过去最棒的流程是什么 未来可以怎么做 未来有可行的方案有哪些 那我们未来打算怎么样做 那在奖励跟肯定方面 那最重要的是要及时 要明确要诚恳 你要奖励要及时 而且奖励要很明确 而且态度要很诚恳 那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你这个时机 你肯定奖励团队的时机 也可以是现在 那马上就给他奖励 或者是那个时候 就是他达成里程碑 Mindstone的时候就给他奖励 或者是任何时候 如果说这一个团队需 或者任何一个特定的一个成员 需要我们给他奖励 给他感谢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 所以这个时机是 这个作为一个主管 他要掌握那个时机 那奖励的方式呢 也可以用传统奖励的方式 比如说用email的方式 或打个电话 表示你对他的感谢 或者给他奖状 或者给他礼券 马克杯 加哥这些东西 那另外比较新的方式 有所谓资根鸟的 这个循环感谢的方法 就每一个人有一张纸 把自己的名字 写在最上面 然后传给下面一个人 然后接到这张纸的人 就对这个主人的团队贡献 给了一个正面的回馈 每一个人都得到称赞 不是只有少数人得到这个称赞 然后领导者在把这些纸条上的 这一个奖励 别人奖励的这些说词呢 念出来 最后把这个纸条还给那个当事人 那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奖状 给各位参考 那还有一些比较新式的奖励的方式 就是专案大人物 公司这片说业务 业务表现最好的每月一新 或海盗表扬 或者是团下去 传下去这个是演说家 Barbara他用的 他就是发给每一个成员 一张传下去的卡片 然后正面写 因为某某人的存在 让我们变得不一样 然后反面就写 把这张卡片传下去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我要告诉你妈妈 那这一种 我们在台湾可能小学生 小学生他考试考得很好 老师就打电话给他妈妈说 这个学生考试成绩很好 那一样的在工作场子 我们也可以让如果说员工的表现很好 打个电话给他的家里人 给他的太太给他的先生 说这个员工在公司表现很好 那在肯定跟奖励的时候 要注意的事项 就是说你不要在赞美 完了以后又说但是可是 当你讲但是可是 就是对他一个伤害 表示他做 没有说他做得很好 但是可是 那变成就是他做得不好 然后第二个的话 奖励不要过头了 你不要又给他一个感谢状 给他一个甜甜圈 然后又去买一件夹克送给他 这个就太多了 你给他奖励一次就好 你给他三个奖干嘛 所以要Kiss 要Keep it simple Stupid 不要简单 不要把事情弄太复杂 不要做这种Stupid的事情 然后奖励的话 不要差别待遇 因为一旦你给差别待遇 就会有不平之谜 然后奖励别人的时候 要事先知道受奖人的个性 因为有些人他是很低调 他不喜欢公开赞美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对他 就不要用公开赞美的方式 好 我们今天跟各位讲 大概花了一个小时时间 跟各位讲到六个单元 人是组织中最重要的资源 要去了解部署的欲望 你是不是一个会激励部署的主管 那奖励的一些原则 具体做法 然后最后谈到奖励跟肯定 那这是我在台北大学 还有在企业界讲的课程 包括行销管理 财务管理 人事管理 还有一些 创新管理执行力 这些的都是领导变革 这些给各位参考 那同时也把这些 课程做成e-learning 跟大家来做分享 然后这是我的 这个Facebook 不过因为我Facebook 已经有五千个朋友 所以后来我的学生 要帮我成立一个粉丝专业 所以想要加入人 就可以到粉丝专业加入 同时在体格帮 Pikmate也有一个学习网站 把一些讲义或演讲的内容 在学习网站里面 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今天 这个e-learning的课程 就跟各位讲解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再见